那我们一起提问题学数学 那今天这道题呢 也是一个组合建构的问题 对这种问题呢 你要论述这答案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呢 就是说 低于临界值的不可能 第二个是等于临界值的 能够建立出一个案例 那我们今天呢 想要论证呢 这个至少五个人答对 我们先来论证 这个四个人呢 是不成立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想要构造一个案例哦 每道题最多都是四个人 那这样子呢 有没有机会达成这个要求呢 每人对三题 而且任两人至少有一题相同 所以第一题 那首先呢 我们先知道A对三题 那就把它假设成一二三 那A呢 跟剩下九个人 至少都要对一题 A跟剩下九个人 至少都要对一题 所以呢 这里每一题呢 刚好就要分配到什么 三个不同的对应 所以如果第一题呢 A对应到B、C、D 那接下来呢 这里就要对应到这三个 这里就要对应到这三个 好 那接着呢 B也是有三题 那我就假设另外两题是四、五 好 那B每一题对应的伙伴都不一样哦 所以这边对过ACD 那下一个呢 这里可能就对E、F、H 对 好 那这个呢 就可能对G、I、J 好 这样子我呢 才能保证B跟其他九个都对应起来 而且呢 每一题呢 这里呢 最多就四个 好 那照这方向想 C呢 还有另外对两题 D还有另外对两题 但这里呢 每一排也都要有什么 这边呢 也是要有三题 这有三题 每一个横排 这一个呢 要对到三题 所以这里有六个横排 所以这个区域呢 就是三乘六 就是十八题 但题目又说 每个人 只有对三题 所以呢 E、F、G、H、I、J 这里呢 已经用到了六题 所以呢 这边呢 其实顶多只能什么 只能塞十二题 因此呢 这里等于四个情况 就没办法成立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建构一个五人的情况 对 好 那首先我们先从 那个题数上来看 题数呢 有三乘十等于三十 好 那我现在呢 想要来建构呢 每一列呢 最多可以四跟五 那如果你今天三十除四 刚好七乘四 再加上二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可以想办法构造一个例子 就是呢 这里有什么 有两个五 然后呢 七个四 好 那我们就接着呢 这边来那个设置一下 好 这里有三个四 接下来 我再来摆一下这边的 原本呢 我还是可以把这边先把它填一下 接下来第一呢 我让这边重复 这边呢 就五个人 好 那这边呢 第一呢 可以再摆 那直行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 每一排呢 这边就是三个 好 这边呢 可以再交错的放一下 好 这里呢 可以这样填这边 就还没填到三个呢 把它稍微填满 然后稍微检查一下呢 目前 这样子就是 每个横列 最多呢 就是五个 好 有两列 那直的呢 也都是三个 所以呢 我们就建构出一个五人的例子 好 所以对这种问题就是 你要从两个方向 四个人 没机会 五个人 可以构成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得到答案